部長我另外問一個也是齁 為了你們的一句話 可以說死傷慘重啊 創變成多數的一個局面就是 這個營建型建署我們 這個署長齁 一併齁 葉署長 給答詢齁 為了今年初 你們講說 要把這一個 有關於容積移轉啊 齁 就是用折角代金 由政府來未來辦容積銀行這件事情 一出啊 市場激動 多輸啦 我在這邊質詢過 現在整個大家人心惶惶你看喔 就是 姑且不論這一個 由政府來用主導 而不允許 民間在做土地買賣的交易 這是違憲違法 在公共政策下絕對不可行 這到打憲法官司你們會輸的 這個先不講 對於啊 地主 建商 對於中介業者 甚至對於廣大的消費者 你們是想這個東西 這個要倒不是啊 病除是命除啊 部長或署長啊 你們知道現在這個政策的不確定 到底要往前走還是要停了 要跟我們講清楚 繼續拖下去 這個會期又過 那我上次的質詢很清楚嘛 你們如果要修改 現在關於啊 都市計劃法第83條之一 條文所 相對的這些行政命令 你們要辦公聽會啊 要送立法院來備查 現在進度到哪裡 問題在哪裡 其實是這樣 就是 其實這雙 原來啊 原來是雙軌並行 對啊 為什麼要把那一股軌道拆掉 你們是 雙軌並行 其實就是由政府來做裝這一條是 從來還沒有做過 就是還沒有做 但是因為 因為 所謂容積齁 他是一定要 用在公共利益的 這個理由不要跟我講 法令怎麼定我非常清楚 公社保留地 當時在立法的時候 我還問過林德福啊 立委啊 當時允許這樣的一個空間 在民國 這一個 就是 呃 八 民國那個大概 哪一年齁 就是97年啊 修正的時候把它納入 就是折角殆盡 是為了解決在某一些很特定的區域 極少數的公社保留不易取得 所以用這樣來做一個補充性的備案 然後你現在看民間在做 齁 然後你現在就是說 倒果為因耶 你現在把整個所謂的房價上漲或什麼 把它歸於這一個 這個幫政府解決多少 我們跟人家做徵收的土地 沒有做補償 沒有做補償 那你現在變成由政府來做 那我問你嘛 你是不是可以再這麼講 跟我回應說 還是要維持雙軌制 你的政府要做可以 你 你那麼牛力來做 但是你不要說變成 如果是政府做就是單軌了 對嘛 那你現在是要往單軌走 所以搞得人心惶惶 五輸啦 不會了 不會了 我們現在 你剛才問我說進度 現在跟那個估價師的一個協會 還有建築師協會 還有工會 他們正在提他們的版本 就是說那個計算的公式 要怎麼去做估價 所以大家是有共識的啊 並不會像委員所講的那樣 部長你會被我們的葉署長齁 請部長回答 我們都是在學校教書啊 我絕對就法理條文政策執行 它的因果關係啊 一個制度的效應是什麼 會連在影響我剛剛講 這相關的行為者 你去想想看啊 本來是政府做一些建設 用的一些公設保留地徵收 那麼 民間沒有辦法拿到這個7兆多 有些甚至到20兆 如果就試駕來估計 結果 人家民間開始喔 土地財產權的 這是一個處置啊 這個我們不是共產國家耶 結果現在 不能夠讓民間 來做這樣的事情 對地主權益是個損失啊 那龐大的仲介者 甚至地主他有需要 然後對消費者他也會傷害 然後對政府最後的稅收會減少 部長 這樣子下去 你們講出這句話 所以由政府來作樁 簡單一句話 空話 拖了半年 對不起 我可不可以一句話 我 一句話 對地主更好啊 怎麼會因為 你錯了 因為你是 有一些 我要在農村地區喔 不不不 讓我講完 民間的建商是用一成的價格去獲取那麼暴利 現在政府站出來用一個比較公正的價格對地主好啊 我不解這個到底 署長你真的是齁 只要講歪理啊 你去想想看你政府沒有一筆錢啊 你先來賣給建商來拿這個錢 你拿什麼錢來付給地主 你先賣然後你要後付 你政府要編一筆預算 公務預算如果你編得出來幾兆 所以你不要去太空太空 太空 太空 太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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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絕對有問題 沒有啊這個公正保路地沒有辦法解決我們想的一個辦法 署長你在這裡講就 你 部長你先回答齁 你敢在這裡講繼續下去啦齁 你問你講是說你真不是跟我一起回答 就是要改成一單軌制 由政府來 齁 完全主導 你敢在這裡講嗎 部長 你支持這個政策嗎 署長你不要講 部長講 呃我想 目前營建署是這樣子在規劃啦 但是我們當然委員只要是有司法性的問題 我們當然這個一定是會依法行政 不過公共設施保留地我們現在是更積極的把它 通盤檢討 那個是另外一個整體問題 我知道 我們基本上從公共設施保留地解編 那解編完以後後面衍生的問題就會相對的少一點 部長你知道單單因為署長的這句話 以新北市來講啊 他說地主的權益啊 這個公設保留地啊 有關於地價跌了50% 台北市跌了10% 問題沒有解決 馬上傷了一堆人 如果這個不趕快懸崖熱馬 齁 會造成很大的損傷 為了撤離解決問題 我已經得到四黨啊 所有的專家 的共同提案 要針對這個都市計劃第83條之一啊 我本身會把它明定 我會把這個權力收回來 立法就是啊 有關於折角帶金佔整體容積移轉申請量 不得超過30% 當時是為了解決讓地主有一個空間啊 的QTA啊 現在 變成本末導致你們竟然敢 看人家做得不錯 想要做裝 這個是會造成整個市場崩盤 所以 這個立法我們已經送出去了 我根本就不用去等你跟署長 你會被署長這樣的錯誤政策啊 害死啊 好 所以這個法案你趕快去了解一下 是 我們立法院有這個權力 我們不再授權你們 內政部營政署去做 我從 從根本來解決這個問題 不要讓這個東西繼續死血 表面上是不殺柏仁啊 柏仁因你而死 但這個東西造成現在真的是啊 整個市場是激動 做一個政務官一個政策啊 一員新幫一員上幫 可以讓 營建署這樣做 然後 毫不在乎人民 如果在這個會期 過了暑假 又一個會期不確定性啊 最後會是另外一個災難 錯誤的政策比貪物還要嚴重 從這裏看出來 好 謝謝